他用铁钩死死挂住仇人 然后将其拖进冰窟窿里 当仇人想猫出头求救时 他又利落地填上冰窟窿 由于仇人双手被绑住 窒息感很快通往全身 尸体的复仇为引来了食人鱼 仇人被啃成了一副骨架 几天后尸体出现在滑冰场 在用吊车打捞出来后 惊艳唠叨的周队推测这不是案发现场 因为滑冰场是个回水弯 冰面也没有被凿开的痕迹 他认为第一现场在上游大坝 在走到一个树窗附近时 周队发现了被填上的冰窟窿 以及地上拖醒的血迹 经过DNA比对 确认这是第一现场 奇怪的是 虽然死因是溺水 但死者的胃口还有拱内化合物 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 但几乎只有提炼场才有 而本是唯一的提炼场 早在十年前就倒闭了 周队来到提炼场找线索 村长说这场以前有四个老板 给村民提供的待遇非常丰厚 但在小老板出车祸后 提炼场很快也关闭了 周队没想到的是 飞气场里竟然有一排脚印 顺着这排脚印 周队竟又来到了树庄附近 助力扒开冰窟窿上的鸡穴 这具尸体的胃里也有同样的拱化合物 而且两个死者的身份 正是提炼场的大老板跟二老板 在意识到是连环鸣案后 周队又收到一条线索 汪浩本是来着调查失踪人口 没想到他要找的人正是提炼场的三老板 他跟周队强强联手再次去提炼场找线索 村长透露了一个消息 提炼场的老板不是人 他们修了两条排水管 一条用来应付检查 一条用来偷偷排污 在冰河遭到污染后 村里光鲜天残疾的小孩就有八个 从作案动机跟炮尸现场分析 这极有可能是村民的包袱 如今三老板下落不明 小老板也跑去了国外 至今都没有回来过 听说村民对元旦很重视 老少父母都会参加庆祝 周队抓住这个机会 跟汪浩去村里找凶手 期间有个绣房子的村民 尸首掉落了一把斧头 要不是有剩演技手快 汪浩差点交代在这了 一直到快离开的时候 两人终于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 双方在雪地里追逐时 神秘人故意把车开进冰河里 似乎是想掩盖什么真相 汪浩立马跳下去查看 谁只却上了神秘人的贼船 清洁工将点燃的烟花放入热水户中 而平口刚好对着烟雾报警器 出门前他把雨线套在拖把上 在关门后轻轻拽出雨线 倒下的拖把立马从没翻锁放门 很快烟雾报警器发出提示 看守犯人的警察温讯赶来 利用着招调护立山 清洁工成功走进目标并方 当他想对犯人捅下杀手时 没想到床上躺着的竟然是便衣警察 清洁工见中了埋伏只能掉头跑路 即便他换了一身衣服 还是被周队看出了猫腻 在双面围攻之下 清洁工很快就落网了 在看清他的真面目时 周队两人都不敢相信 最近发生了两起连环鸣案 死者都是提炼厂的老板 警方推测凶手市场附近的村民 昨晚他们在村里找线索 是刚好发现了一个神秘人 但对方在跳车后 竟然让车沉入冰河 王豪觉得是有蹊跷 立马脱了衣服跳下去 没想到车上还有一个人 这人正是提炼厂失踪的三老板 他好不容易将人救了上来 但对方还是因为身体虚弱 没能活下来 周队不肯放弃这个机会 决定利用死人迎出凶手 医生 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在医院的配合下 王豪故意告诉村长 我们昨天救了个人 这人见过凶手 医生说 这人这两天就能死 你回去跟村里人说一下 这案子很快就会破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村长明显有点慌落 在假消息散不出去后 当晚就来了个情节工 也就有了开头一幕 这人是存名永生的朋友 但他被带回警局后 不仅招供了三起名案 还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提炼厂的萧老板 我回来 就是要杀掉你四个合伙人 对老婆 还有儿子报仇 当年三个合伙人 通过秘密管道 将污水排进冰河 萧老板发现后 立马提出抗议 结果却是一家三口 遭遇车祸 只有小老板减负一条命 为了复仇 他将自己整容 换了一个身份回到国内 在得知因为偷牌的污水 导致村里很多孩子生病后 小老板只能暗中自助赎罪 虽然他认罪非常积极 作案动机也毫无破绽 但周队的小助理 却发现了一个漏洞 他在小老板家里 收集证据时 永生突然敲门打听情况 同时他让助理提醒汪豪 掉冰河后 一定要注意防汉 按理说汪豪跳水救人的 是只有警局跟凶手知道 而凶手已经被抓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他该进冰水里了 楼梯上面突然没了回应 但往往越安静才越危险 女警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危险 想给队长通风报信 结果手机又不在身边 他拿了一个防身 无际谨慎的朝门扣走去 见凶手已经消失后 这才放心地关上房门 谁知下一秒 永生将女警款了起来 在他准备杀人灭口时 突然被墙上的照片吸引 此前他杀了提炼厂的三个老板 还剩下一个小老板不知所踪 昨晚朋友主动提他担下罪责 但他刚刚却突然发现 他苦苦追杀的小老板 竟然是提自己顶罪的朋友 由于对方整容了他才没认出来 永生立马绑架了周队的女儿 让对方带着小老板来换人 不要试图追踪我 任何让我感到不安的事情 都会让你再也见不到你女儿 电话刚好被王豪接到 他不想让周队担心 擅自带着小老板去换人 后折后绝的周队 及时将王豪拦了下来 别嫉妒 你是个警察 我知道 我是警察 我也知道 警察有警察的经历 如果 连个好人都救不了 我当不到警察还有什么意义啊 当年王豪父亲为了就坏蛋 不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不宠刀覆辙 王豪愿意违反纪律 用坏蛋去换一个好人 正当他俩争执的时候 永生开车装了过来 趁两人昏迷时带走了小老板 王豪在追捕时 差点被冰块砸成肉酱 你他妈的不要命了 在跟周队的配合下 两人成功避停了永生 但当他们卡在车里 是永生抢走了周队的手枪 在永殿举切出冰窟窿后 帮我把这个人扔到冰河里 我就告诉你 永生在哪 什么 原来当年永生的哥哥 发现了提炼厂偷偷拍屋 四个老板为了掩盖真相 放火烧死了永生家人 永生命大才逃过一劫 成了孤儿的他 受到好情人的资助 这才顺利健康地长大 而这个放火的人 正是旁边的小老板 在永生情绪激动时 小老板说出了放火的真相 王豪为了救周队女儿 把小老板拖向冰窟窿 趁着永生分审的时候 周队沉积支付了他 在看到他手上的纹身扁好时 有一个真相出现了 资助永生的好心人 正是旁边的小老板 你们已经是搞错了 真心忏悔的小老板 主动跳进了冰窟窿 只希望永生能放下仇恨 周队立马跟下去救人 但他一个人根本拉不动 好在此时永生来帮忙了 在周队跟小老板上案后 永生主动说出了周队女儿的下落 随后他放弃了求生机会 他觉得自己留在冰河 才是最好的安排 迟来的忏悔跟就数 比复仇还要统计人心